杜鲁多周二表示 将在正式延长加拿大紧急应对福利金8个星期直至9月初 杜鲁多说那些因为新冠疫情而仍然无法复工的人士 可以每四周领到2000加币 CERB未受疫情影响的加拿大就业和自雇人士提供财务支持 杜鲁多周二也表示 加拿大与美国已经同意将目前两国的边境限行令延期到7月21日 约克区公共卫生局提醒居民 如果您在5月30日至6月9日期间 去过列治文山Hwy7与央街地区的Home Depot购物 则有被感染新冠的可能性 这家商店内有14名员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卫生局正在调查 安省省长福特近日宣布 安省更多地区本周五6月19日可以进入重开第二阶段 大多伦多地区华人聚居的约克区 包括万景、列治文山、旺市、奥罗拉、杜林区、河顿区、汉密尔顿、 尼亚加拉瀑布等7个地区都可在本周五6月19日踏入重启第二阶段 这意味着太古广场、万景广场等购物中心以及Steels以北的餐馆可陆续重开 北京市最早公布的44名患者中最少30人在新发地批发市场工作 北京市疾控中心也指出经检测发现病毒的基因与中国国内病毒不符 初步判断是欧洲新冠肺炎病毒变种 但需要更多检测结果才能确定来源 除了北京 中国多个城市的餐厅都停止售卖三文鱼或相关产品 美团买菜、加勒福外卖等配送服务也暂时停止出售三文鱼 感谢观看